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現在是英國時間3月11日下午4時 歡迎收看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 俄羅斯入侵沃蘭第16日,戰事仍未平息跡象 俄羅斯總統普京更決定增兵,批准16,000個中東志願軍參戰 至於沃蘭說,俄軍在過去兩星期失去平民數字多於軍人 沃蘭的7條人道走廊至今已設走20萬平民 不過俄羅斯在馬里乌邦爾繼續圍堵轟窄,撤離行動多次要終止 沃蘭指責俄軍破壞停火協議 總統沙蘭司機說,不能成功運送食物、水和藥物到市內 俄軍坦克不斷攻擊人道車隊,情況相當絕望,猶如世界末日 俄羅斯聲稱,人道走廊每日當地時間早10點都會開放 不過不清楚俄方的撤離路線目的地 護方說,俄軍一天內對哈爾科夫平民區進行89次轟炸 線內已有48間學校被炸毀 沃蘭東部的E9母附近一間精神病院也被轟炸 戰事情況膠著,不過俄軍的攻勢未停止 過去幾小時,俄軍在西部展開更多地區攻擊 在西北部的盧斯克,俄軍針對機場和飛機引擎工廠攻擊 而中部重鎮蒂列伯羅被猛烈轟炸,選委非常嚴重 據報最少一人死亡 西北部的弗蘭科夫斯克也證實被俄軍攻擊 另外俄軍聲稱,親俄分離分子奪主策略性要點 沃爾諾瓦卡,是被圍堵的馬里烏波爾城市以北 俄軍繼續以圍堵戰略包圍多個城市 令線內陷入糧食短缺危機 至於俄軍在北面的蓬大車隊 繼續向首都基庫風向緩慢移動 也再次調派入森林地區,距離幾乎有9公里 衛星圖片看到有車隊在安東諾夫機場附近 美國早前評估俄軍未來會使用生化武器殺害平民 俄羅斯反指美國在沃爾蘭研究生化武器 澤林斯基反駁有關指控,警告俄羅斯 如果使用生化武器,將會面對最嚴厲制裁 美國早前說俄羅斯說美國支持沃爾蘭生化武器設施 是俄方的Forsflex指控,只在合理化俄軍使用生化武器 不過路透社說世衛官員表示 世衛建議沃爾蘭摧毀研究實驗室內所有病原體 防止任何潛在洩漏 不過有關官員並沒有提到有關建議是何時作出 亦無表明沃爾蘭進行哪類病原體或毒素研究 聯合國安理會應俄羅斯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針對使用生化武器問題,商討懷疑失實指控 有美方人員認為俄羅斯是期望利用安理會 繼續向世界傳遞假信息欺騙世界 另外,歐盟未容許沃爾蘭通過快速通道入歐 不過最新宣布計劃加碼軍事援助沃爾蘭 俄羅斯在軍事入侵沃蘭中多次被指犯下戰爭罪行 包括攻擊平民區、醫院和學校等 國際刑事法庭表明展開調查 聯合國人權事務處說收到可靠報告證明俄軍使用集束彈進行無差別攻擊 可能犯下戰爭罪行 聯合國人權事務處說集束彈的影響範圍廣闊 在人口密集地區使用並不合適,違反國際人權法原則 大使俄羅斯任何直接針對平民和民用設施 以及光澤穿落或無差別攻擊 都是國際法之下禁止的行為,否則就是犯下戰爭罪行 西方一直拒絕在沃爾蘭上空確保禁飛區 英國首相約韓信接受Sky News訪問時說 拒絕沃蘭總統薩蓮司機要求深感不安和極度痛苦 最新英國宣布制裁386個俄羅斯國家道馬議員 有關人等涉及投票承認沃蘭頓涅茨克和努金斯克獨立 將會凍結有關人等是英國的資產和實施旅遊禁令 約翰信在訪問提到自俄羅斯入侵沃蘭以來 幾乎每天都會和澤林斯基對話 對話相當坦誠 不過重申英國和北約不能越線 要求皇家空軍基斯和戰機 執行擊落俄羅斯戰機任務是相當艱難 又說擔心普京或會在沃蘭使用生化武器 又說俄方聲稱對手或美國最傳生化武器是跟劇本走 又提到類似事件在敘利亞甚至英國發生 相信俄方只使用生化武器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Meta暫時放寬Facebook和Instagram 針對處死普京和針對俄羅斯士兵的暴力行為的鐵文 同時放寬有關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鐵文規定 據報俄羅斯正禁止國民使用Instagram Meta表示 鑑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持續入侵 暫時放寬被受戰爭影響的人 表達對入侵武裝部隊的情緒 一般情況下 如果鐵文散播仇恨就會違反Meta的政治表達規則 目前煽動對俄羅斯平民使用暴力的鐵文 將會繼續被禁止 如果在呼籲處死普京的鐵文上 有其他目標或討論地點、方法等等 鐵文也會被刪除 綜合傳媒報導 臨時政策只適用於亞美尼亞、亞塞拜疆、愛沙尼亞、 格魯吉亞、匈牙利、拉脫維亞、 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 斯洛伐克和烏克蘭的用戶 另外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 如果俄羅斯人對國家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感到羞恥 就並不是真正的俄羅斯人 被運到國內外反覆出現 A shame to be Russian 的口號 佩斯科夫說 叫這個口號的就不是俄羅斯人 又說西方反俄情緒高漲 促請西方領導人不要煽動恐惡情緒 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問題變得緊張 中國總理李克強說 兩岸同胞說到底是一家人、手足親情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又說中美不應該關上對話大門 李克強說 對台灣的大政方針明確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 他形容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手足親情 任何時候都割不斷 願意繼續與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 對來大陸發展的台灣同胞提供同等對待 據說只要兩岸同胞團結向前 一定可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共享中華民族復興的福祉 提到中美關係 李克強說兩國關係在過去50年雖然有矛盾 不過一直向前發展 期望按照兩國元首去年年底視像會議時候達成的共識 以理性和建設性的方式妥善管控分歧 尊重大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節 多對話、多溝通 認為中美既然已經打開對話大門 就不應該再觀賞 更不能脫勾 李克強說 中美兩國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有差異、難免有分歧 不過合作應該是主流 強調世界和平發展依賴於合作 就算在經貿領域上面對市場競爭 也應該有良性公平競爭 他說 中美兩國去年的貿易額超過7500億美元 比前年增長三成 說明兩國合作領域廣闊有巨大潛力 如果美國放寬對華進口限制 雙邊貿易額會更大 兩國人民也會從中受益 轉態疫情 Deltacron正式被列為COVID-19變種病毒 法國、美國都出現零星確診病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上個月也曾透露 在一個患者身上同時發現Delta和Omicron Deltacron是Omicron和Delta結合而成的變種病毒 最新巴黎病毒學家已經對Delta-Cron進行基因排序 法國幾個地區已經發現病例 相信是自1月初開始傳播 世界衛生組織在3月9日簡報當中提到 在荷蘭和丹麥也發現這種病毒株 世衛說病毒再次變種屬於意料之內 尤其Omicron和Delta疫情沒有緩和 補充團隊正進行追蹤工作 早前英國衛生安全局透露 在英國發現一個患者同時感染Delta和Omicron病毒 分析說確認更多病例只是時間問題 綜合Sky News引述科學家指出 現在人類對兩種病毒都有很強的免疫力 相信疫苗可以有效應對變種 疫情也沒有提升到令人擔憂程度 英國2月下旬開始放寬防疫限制 疫情也開始一直有反彈 昨天新增確診超過7萬宗,142人死亡 不過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沒有大幅報道 至於香港,新增29,381宗確診 當中18,888宗經卡酸檢測確診 過萬宗經發出檢測陽性淺台情報並獲確認 另外再多196個離世病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 年齡介乎24至107歲 醫管各種行政經理何婉霞說 其中較年輕的離世個案包括一個24歲男人 本身有先天性疾病,住在院舍 另外幾個年齡介乎50至59歲病人離世 本身住在院舍有長期病患,需要人照顧或洗臣等等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駐修席醫生歐家榮說 疫情有受控跡象,沒有白髮式上升 不過不能單靠幾天數字評估未來趨勢 可能需要觀察多一兩個星期 呼籲市民要保持謹慎和社交距離 否則疫情可能反彈 提到隔離需求,歐家榮說 很多密切接觸者都是家居密切接觸者 一半安排在居家檢疫 使用檢疫設施的需求有所減少 當局會一直觀察使用率 並適當將部分檢疫設施轉為隔離設施 而解決社區隔離設施嚴重不足問題 由預計香港未來都有大量感染個案 又需要興建更多隔離設施 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63萬4千多人確診 檢出病毒死亡人數3,231人 剩下死亡率是0.51% 醫管局證實 早前有醫院曾將遺體放在病人旁邊 不過情況已處理 對於引起病人不安感到很抱歉 不過疫情嚴峻 公園面對前所未有困難,希望市民體諒 再關注一下 香港積金局公佈 去年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取強積金申索 合共有33,700宗,總額超過90億 但第四季,申索數目有8,700宗 按季減少6% 涉及金額23億8,400萬 積金局發言人補充 2021年全年的申索數目比對上兩年有所上升 不過比100年數目相約,比17年為低 直至去年年底,強積金總資產大約1.18萬億 按年增長4% 淨回報超過4018億 自制度實息以來的年率化淨回報率4.3% 高過同期1.8%的年率化通縱率 低埋天氣 英國普遍多雲,初時北部和東部雲層消散 不過之後再受到雨帶影響 西部和南部初時有雨,雨勢有時可提,收後著迷明朗 接望星期六,普遍地區間中有陽光和趙雨 南部雨帶逐步移走,西部和西南部下午開始潮濕大風 氣象局星期六對英格蘭西南部和威爾斯發出黃色大風預警 雷敦星期六氣溫介乎8-12度 碧仙圖8-11度 加迪夫城8-11度 巴明漢7-11度 馬捷斯特8-12度 奧丁堡5-9度 貝爾法斯特6-9度 新聞傳送到這裡,拜拜 貝爾法斯特7-1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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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